就算在一片的去黑当中 依然能够穿越云层 顺利抵达目的地 靠的就是AI自动驾驶 随着科技应用扩大 人工智慧可能取代航班驾驶 掌控飞行交通的安全 但如果今天换成把人工智慧 放在司法机关里 负责宣判定罪 是不是也可能成立 如果我生活在一种不正习的社会 在那里的公司 明显被政治和经济的力量 我会选择这些公司 以自动计划系统 面对大量的诉讼 在人力以及物力资源 有限的情况下 一起案件可能要耗费好几年的时间 专家认为如果利用AI演算法 或许能大幅缩短案件 他们帮助我们 大量的统计数字可以协助分担法院里繁重的工作, 但也有专家认为反而可能因为数字而以偏概全。 一般也认为比起人类人工智慧更能中立地进行评断, 避免受到政治还有经济立场的干预, 甚至没有情绪可以避免主观意识造成的误判。 但这些作为人才有的情绪却可能在判决时成为扭转结论的关键。 专家最担心的其实是人工智慧系统设计时造成的偏见, 或是过去错误的判决都会影响运算的结果造成严重的偏差。 但研究AI的牛津大学专家也强调, 人工智慧跟法官的判决并不是只能二选一, 两种模式就能兼顾理性与感性, 其实可以相符相承。 只是法官必须要有不同的思维, 甚至得勇于挑战演算法造成的盲点, 才能借由科技带领司法审判进入全新的时代。 TVH新闻综合报答。